你好,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即兴讲话,造就人生高光时刻》。 我会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即兴讲话是一门人生必修课。 不知道大家遇没遇见过这样的场景? 公司年会上,高层领导手里拿着厚厚一打稿子, 激情澎湃的发言,底下的员工神色各异, 坐前排的人可能还会时不时地鼓鼓掌,看起来听得很认真。 中间位置的人偶尔看一眼台上领导, 更多的时间在低头看手机, 而坐在后排的人甚至已经会起了周工。 你猜,在场的大多数人在想什么? 会不会再思考领导什么时候能结束发言? 那反观我们资深呢? 又有几个人能够脱稿即兴讲话表现得比领导出色呢? 可能人数也不多。 在家庭聚会,公司聚餐,论文答辩, 岗位竞选等诸多场景都会遇到需要即兴讲话的时候。 别的不提,咱们就说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 结婚典礼,孩子满月酒喜上, 主持人让你说两句, 你总不能半天憋出一句 吃好喝好吧。 即兴演讲已经不是根据个人兴趣爱好 进行自由选择的选修课, 而是一门人生的必修课。 接下来,我将从结构清晰, 巧妙布局与高效控场, hold住局面以及避免误区不落泥潭 这三部分出发, 带领大家学习即兴讲话这门人生必修课。 第一部分,结构清晰,巧妙布局。 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即兴讲话。 即兴讲话并不是单纯的脱稿, 本书所界定的即兴讲话是 临场即兴的, 实现基本无准备的脱稿的 口头语言表达, 包括讲话、发言、演讲、 分享、表达等各种形式。 即兴讲话并不是炫技, 而是在某些场合, 当事人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或者是在一些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 无从提前准备。 即兴讲话最大的挑战是在短时间内快速构思, 捋清讲话的主题、主要观点和框架结构。 这与日常积累有关, 但也有一些方法技巧可以加以运用。 比如,黄金三点法, 按时间顺序讲述, 过去、现在、未来。 按情感的三个方面讲述, 感谢、感激、感恩。 按数字序号讲述, 第一、第二、第三。 再比如, 逻辑法, 将、 类、 因、 果、 法, 即、 性质、 原因、 结果、 方法, 这四种因素按需组合, 从而发表出逻辑清晰, 结构严密, 言之有误的讲话。 金字塔法也是一种实用的思维方法, 即在讲话时将最重要的观点最先说, 然后将观点按重要性依次向下排序。 次一集的内容对上一集的内容起到支撑作用, 从而形成金字塔结构。 思维导图法, 围绕中心词和主题向外展开。 语速法, 提取关键语速逐一论述。 讲故事法, 先稳住场, 边说边构思, 后续内容都是 不错的方法。 光有构思还不够, 还要将内容组织进行巧妙设置, 否则只是华丽此早的堆砌, 毫无任何精神内核。 这要求我们做到两点。 一, 是提炼好主题。 从重点内容中提炼, 从事物的逻辑推理中提炼, 从归纳共同特征中提炼均可。 二, 是将观点与素材相结合, 通过将书本知识转化, 工作内容转化, 他人智慧转化, 实践感悟转化, 四种渠道实现。 接下来, 就到了结构布局这一步。 结构通常被划分为六要素。 开头与结尾, 层次与段落, 过度与照应。 开头可以将自己要讲的内容 进行总体阐述或者明示讲话意图, 又或者可以提出问题, 表明态度, 引用名人名言, 向大家问好。 结尾可以总结全篇, 呼吁号召, 提出展望, 抒发息意或是表达祝福。 层次是讲话的板块, 两块式、三块式、 多块式和整块式均可, 按需采用, 各个段落之间要进行呼应, 总而形成连贯流畅的整体。 要想做到这一点, 过度与照应必不可少。 既然是极性讲话, 那肯定免不了极性发挥, 但是这个极性并不是毫无条理而是, 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境找到出发点, 从而赢得满堂彩。 一场好的极性讲话, 必然能给人留下记忆点。 什么是记忆点呢? 就是整场讲话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何来点睛之笔? 大前提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推陈出心, 有灵魂的金句才站得住脚。 结构和技巧掌握了, 并不算完。 能不能控场也很重要。 接下来, 我们就来聊聊第二部分, 高效控场, hold住局面。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少年说, 有一群声音微弱, 垂头耸肩, 手扯一脚的少年朗诵, 你还能感受到年轻人为家, 为国, 勇于担起责任, 奋发图强的壮志豪情吗? 大概率是不会的。 极性讲话同样如此, 再好的内容, 也得由一个能够控制场的人来讲, 不然丝毫感染不了旁人, 纯粹是一场自我的狂欢。 对自我定位的理解, 对时间的把控, 对节奏的控制, 对不跑题的控制, 对气氛的控制, 对情绪的把控, 对语音、语调、突发情况, 甚至个人言谈举止的控制, 都属于控场的范围。 其中, 对气氛的控制较难, 因为这并不只是控制好自己就可以, 而是要对整个气氛调性进行引导。 气氛控制要做到两点, 一是营造讲的氛围, 给人们机会表达, 在需要讨论的时候, 抛砖引玉, 引导人们发言。 二是注重讲的效果, 并不是气氛热烈就是讲得好, 这要看具体的场合。 如果是严肃认真的学术场合, 那么将气氛搞得过于奔放, 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需要根据情境对气氛加以控制, 太过热烈就降降温, 太过冷清就点把火, 趋势跑偏了, 那就往回转一转。 第三部分, 避免误区不落泥潭。 心理学家归纳了十二种引人反感的讲话, 我们可以反观资深, 在日后的讲话中加以避免。 这十二种引人反感的讲话方式, 是抱怨命运或夸耀个人成就, 对任何人的言行都品头论足, 自我膨胀夸夸其谈, 固执己见拒绝尝试, 言语冷淡缺乏热情, 过分取悦及阿谀奉承。 毫无主见, 人云亦云, 姿态狂妄高高在上, 言语立场暧昧, 模棱两可, 喜欢咬文嚼字, 经常打断他人讲话, 过度谦虚。 结构清晰, 熟络控场都是加分项, 而讲话误区却是减分项, 甚至有可能让这场即兴讲话功亏一篑, 因此我们需要格外留意, 先不做错, 再逐渐去做好。 读到这里, 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即兴讲话在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 已经不言而喻, 即使有在身在后的精神思想, 理论也要懂得表达, 不然就是茶壶里煮饺子, 肚子里有祸, 倒不出来, 无法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分享, 也就抹杀了, 一条有可能促成个人成就的道路, 也失去了影响更多人的机会。 以上就是即兴讲话, 造就人生高光时刻,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 对即兴讲话有了更多的认识, 也有了方法论的储备, 当下次遇到需要即兴讲话的场合时, 能够自信大方, 侃侃而谈。